好 OK 在那邊跳起來 等一下 你也在拍耶 對啊 你也跟著嗨起來了 我們現在不是說要來做採收嗎 然後你現在叫大家 做成一個鼓號樂隊 知道嗎 怎麼那麼多鼓 我們叫採收 對 採收 然後我跟你講 我為什麼要裝三個桶子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採收的時候 會有 然後會有NG的就是吃燈果 然後再來就是不能吃的 報廢的 所以我們就分三種 一種是OK的 一個是NG的 一個是GG的 沒有啦 一個是OK的 OK的 NG的 GG的 對 沒錯 沒錯 GG的 我們要怎麼分什麼是OK的 這就是我們要交換 好 我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 藍莓這個東西 它是非常專業才能夠變成熟度的 是嗎 對 像我們很厲害的採 起碼大概能夠七成到八成 甜的算是很厲害了 看出不知道它甜不甜的 對 它有一些需要辨識它的特徵 我們看到熟 第一個就不能有粉紅色 或是紫色的感覺 那就會是酸的 紫色或粉紅色就好像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有沒有 紫色這一定還沒有熟 有沒有 真正好吃熟的 要看這個 地頭這邊有一個黑黑的一圈 有沒有 像黑眼圈這樣子 你看一下 你從連接處那裡 對 連接處這邊有一個黑的一圈 有沒有 看一下 有黑的這一圈的人會比較熟 好不好 我們在的時候就一個人拿著 然後一隻手這樣轉一下就下來了 轉一下就下來了 有沒有 要轉嗎 轉一下 稍微轉一下 那我想問大小咧 大小 多大可以摘 大小都可以 都可以 我們要看的是熟度 顏色 對 大小不是這種 特別大就特別好吃 對 不是 對 要仔細看後面 比較偏藍 紫色這樣比較OK 沒有問題 那我們採收OK的就好對不對 對 你們今天的任務就 採收OK的就好 採收完的話 就可以收到點心 好不好 好 這樣子 這樣好 OK 那你們就是努力地採收 好 好 在藍莓採收比賽開始之前 籃籃接收到了一項 製作單位的秘密任務 我們等一下有個秘密的比賽 剛剛不是說要採收嗎 對 等一下任哥會跟大家講 教大家怎麼採收 對 然後就讓大家各自去採收 但沒有講到比賽 所以只有我知道 對 但實際上 這是一個偷偷的比賽 就不跟你們講的狀況下 看你們都不會認真 誰會認真採收 所以會有三個人去享用下午茶 兩個人會被處罰 對 好 等一下採收比賽 咪咪 你不要 等一下過去偷講 我不會講 任哥 不行 請 他們不知道 我們有在比賽 他們都慢慢在採 他們 其實我們這個 五分鐘是有比賽的 到底有沒有 要黑眼圈耶 他們有黑眼圈嗎 這個有啦 黑黑的這個可以 你太開心了 你太開心了 喔 這有黑黑的 不要忘了 忘了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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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好好玩 好療癒 踩著 踩著滿療癒的 而且非常輕鬆放鬆 很好玩 來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成績 還要看成績 還要看成績 看你們踩得標準 我們來吃吃看誰的最多 這樣好不好 怎麼都不重要啊 幹嘛秤是不是 要有五種好吃 你問了一個好問題 為什麼要秤呢 我跟你講 怎樣 其實今天有一個隱藏任務 什麼任務 就是製作家故意不跟大家說 今天要比賽 是喔 看大家會不會認真才說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 真的嗎 這就是我先知道 為了讓大家都認真滿 所以妳知道 對 現在來聊聊看每個人 來 翔哥是翔哥的 216 翔哥是216 來 記 216 這怎麼辦 748 怎麼樣 750 兄弟 我有點少 375 你跟翔哥差不多 375 375 我是多少 你是216 差不多也差了100多 對啊 這個邊踩邊吃的 看他放石頭是怎麼鬼 什麼東西 沒有放石頭 放太多石頭了吧 這個等一下就扣200 扣200 直接扣200 4 399 199 199 最後一名 那換我了 來 歸你 這多少 746 跟妳差不多 那這樣子 我們把名字排出來 好不好 好 我這邊 第一名 我們這邊第二名 妳第三名 第三名 來 最後一名 199 然後呢 這樣很清楚 我跟妳講 剛剛老闆有說 贏的人可以有獎賞 我們三個等一下去喝下午茶 等一下 等一下 幹嘛 什麼叫做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 請猜妳講 妳怎麼不說前四名 妳為什麼不講前四名 我跟妳講 今天剛好就抓最後兩名 三個人去享用下午茶 兩個人會不會處罰 他們有獎要頒給你們兩個 來 我要努力工作假 對 幫你們搬上這個 要超好實力 認真一點 為什麼要不跟人家講的 不是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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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跟人家講的 很糟糕 算了 我們認了 好了 我跟你講 遇到妳這種人 我們認了 我們要努力工作好不好 這是他們給我的任務 好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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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午茶 老闆 你現在說努力工作 我們要做什麼呢 對 我們蓋了網絲對不對 對 我們還是會有鳥跑進來 所以我們要去趕鳥 好不好 蝦趕鳥 對 我們要趕鳥 如果我們抓到牠 就趕快把它放出去就好了 對 沒錯 你走那一條 好 我走這一條 好 我們好像蠢蛋 我們來東 鳥就去吸 怎麼可能抓得到啊 太難了吧 不要跑 不要跑 太難了吧 我們的藍莓大餐 下午茶 新廚長是有代價的 這個是什麼飲料 這個是我們 用藍莓做的酵素 所做的氣泡飲 酵素 氣泡飲 對 藍莓酵素 很酸酸的 甜甜的 這個我喜歡 我要吃這個派 這個是藍莓 對 藍莓的派 對 藍莓派 剛才採的藍莓做得 很派 最新鮮的 對 可以吃看看 下面是甜的 對 上面藍莓有一點酸 有一點甜 這樣中和起來 清爽 100分 我們在做這個農業 我們也結合很多產業 對 也很厲害 包含這個 對 還有這個冰棒 可以吃看看 冰棒 對 藍莓還是 我們用整個顆粒去做的冰棒 藍莓優格冰棒 藍莓優格 藍莓優格 藍莓 對 它吃起來比較像冰沙的感覺 就是 它的那個冰棒的口感 是屬於比較卡滋卡滋的 咬下去 非常的脆 然後我再吃吃看藍莓 還有這邊有優格那邊白白的 謝謝 幫我咬一口 你有認真看耶 真的是有認真看 在這邊嗎 它的層次就是這樣 慢慢慢慢這樣化開來 對 藍莓跟優格的香 然後也不會很甜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冷凍過後的藍莓更有Q度 對 它更有Q彈的口感出來 大仁哥 你是從一開始就 開始做這個藍莓嗎 我做藍莓已經快八年了 那以前呢 以前做什麼 我以前是做 科技業 做藍莓 科技業的主管 主管 對 主要原因是因為科技業 大家知道 錢比較多一點 是 錢多了嗎 但是就是有生活壓力 沒有品質 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今天的工作 也都差不多結束了 對 還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嗎 我們要來 最後一個工作 我們要去種藍莓 好不好 來這邊採藍莓之外 我們要知道怎麼種藍莓 好 在家可以種 他一開始在說陽台可以種 對 對 我要種幾顆在我家陽台 我也要 我也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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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好了 好 姑娘 好 好 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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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